七国之乱 破坏文帝方针的是朝措 朝措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 文帝驾崩 刘启继位 视为景帝 景帝视朝措为智囊 言听计从 朝措也蠢蠢欲动 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 他出的主意是薛藩 藩就是藩王 也就是诸侯 薛藩就是削弱诸侯们的力量 这并没有错 汉文帝就是这样做的 但文帝分齐为七 分兆为二 分淮南为三 得到封国的仍是诸侯王的子弟 朝措却不同 是要把王国的郡县夺归中央 软刀子割肉不疼 何况按照文帝的做法 割下来的肉仍然烂在锅里 诸侯没有意见 有意见也没有话说 朝措的做法却是虎口夺食 诸侯岂肯拱手 逼急了 没准会造反 朝措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说薛藩是迟早的事 造反也是迟早的事 割他们会反 不割他们也反 早割早反 后换小 晚割晚反 后换大 等到各路诸侯羽翼丰满 伟大不掉 想割都割不了了 景帝觉得有道理 于是下令割去楚国东海郡 赵国常山郡 焦西国六县 吴国快鸡郡和豫章郡 令下 七国反 造反的诸侯有吴王刘碧 楚王刘悟 赵王刘碎 姿川王刘贤 焦西王刘昂 焦东王刘雄渠 济南王刘碧光 济南王刘碧光 也叫吴楚之乱 打出的旗号是 入诸汉之贼臣 朝错 领头的吴王刘碧 气焰嚣张 他召会各国声称 碧国虽小 也有三千里 我军虽弱 也有五十万 寡人虽贫 也节衣缩时三十年 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 各位大王要靠上三军 尽管用钱 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 刘碧又在国内总动员 他说 寡人今年六十二亲自降兵 寡人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 所以从十四到六十的南丁都要出征 结果刘碧兵力猛增 如此架势 汉景帝始料未及 方寸大乱 朝错也慌了手脚 实际上此人是个书呆子 情急之下竟连出昏招 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 自己留守京城 这就等于把安全留给自己 危险留给皇上 何况麻烦还是他自己惹出来的 难怪群情激愤 节约可杀 汉景帝心里恐怕也咯噔一下 朝错却毫无知觉 又想公报私仇 利用御史大夫职权 要杀总跟自己作对的政敌袁岸 理由是袁岸曾说吴王不会造反 肯定是接受了贿赂 只不过这一提议被监察官员们集体否决 袁岸却得到了消息 紧急求见景帝 景帝问袁岸 爱卿曾经担任吴国丞相 了解他们君臣的为人 你看吴楚之乱会怎么样 袁岸说 不足为虑 景帝大吃一惊 吴王头发白了还造反 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他会干吗 爱卿难道有什么妙计 袁岸说 吴王和楚王作乱是被朝错逼的 如今只要杀了朝错 派使节赦免吴楚七国 恢复他们背靴之地 则兵不血刃 而天下重归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 然后说 朕不会因为爱护一个人 就不顾天下万民的 十多天后 朝错被杀 那么 刘碧他们退兵了吗 也没有 吴王刘碧甚至根本就不见前来宣召的汉使员啊 何谈不成 就只能武力解决 历时三个月的一场内战 最后以七国兵败 诸王皆死而告终 他们或者被杀 或者自杀 一个个身手异处 这是景帝没有想到的 想得到 他就不会杀朝错 这也是吴王没有想到的 想得到 他就不会那么猖狂 然而两位功臣的结局 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刘武和太尉周亚夫 周亚夫是周伯的儿子 汉文帝使为将 文帝到他的西柳营劳军 先是进不了营门 进去以后又被告知 营中不能跑马 最后亚夫出来拜见皇帝 居然手持兵器 一身戎装 拱手行军礼 汉文帝感叹说 这才是真将军呢 临终前又告诉汉景帝 将来国家有难 亚夫堪当众人 周亚夫也不负厚望 在这次战争中大破无军 平定了七国之乱 但他的胜利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梁王刘武坚守在虽扬 拖住七国大军三个月之久 等到叛军筋疲力尽 弹尽粮绝 转而与亚夫作战时 已是不堪一击 梁王也成事痛击 战功跟周亚夫一样多 显然 没有梁王 汉帝国不可能胜利 梁王刘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 因为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 他俩的母亲窦太后 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 有太后宠爱 又是功臣 梁王变得跋扈 他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昂等十多位大臣 原因是他们反对景帝立他为接班人 这事直接导致了景帝与梁王的不和 梁王刘武最后也郁郁寡欢而死 他死后梁国被分裂 变成梁 济川 济东 山羊 济阴 五个小王国 梁王刘武死后一年半 周亚夫被屋下狱 司法官问 军侯为什么要谋反 周亚夫打 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反 司法官说 就算现在没反 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 周亚夫白口莫辩 只好去死 一代名将周亚夫 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的 汉景帝下此毒手 则是为汉武帝登基做准备 景帝曾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 这样的人 哪里是少主可以驾驭的 周亚夫死后一年多 景帝驾崩 五帝继位 这时 列祖列宗已经做好了种种铺垫 单等他 大显身手 军овали 喜紀念 汉姝 大显 明天 感谢观看